19. 太陽報 希臘獲泰7400億救亡 2015年7月14日國際A222歐元集團歷時17小時馬拉重式商討 希臘總理齊普拉斯終於跪下 接受極其苛刻的紓困條件 加上法國和意大利的積極滑船 德國立場猶硬催眠 作中促成對希債問題的歷史性新協議 令希臘得以留在歐元區 為歐盟全體峰會鋪路 分析指麥克爾今次大獲全勝 齊普拉斯讓步換來協議 恐未能獲民眾認可 歐洲消息作透露 齊普拉斯、麥克爾和法國總統奧朗德 及歐洲理事會主席土斯克 昨日凌晨私下就欺債問題達成共識後 向其他歐元區成員國提出時獲接納 圖斯克與多國領袖下午在Twitter宣布 歐元區領袖峰會已達成一致協議 指以準備好用希臘進行嚴政改革後 動用歐洲穩定機制ASM的資金 向其提供860億歐元 約7400億港元 的新一輪救助貸款 不過他也指出今次協議中的條件十分苛刻 例如希臘必須要於今個月和下月前 還款約605億港元 以及在本週三前就改革立法 其後亦要交由多國國會通過有關協議條款 左翼聯盟速提前選舉有歐盟官員表示 今次之所以達成協議 主要是因為齊普拉斯願意放下堅持 據悉 默克爾早前企硬 要求讓國際貨幣基金組織 全面介入監察今次紓困方案 又要求希臘將價值為4300億港元的國有資產私有化 將資金轉移至一個信託基金 以此作為低亞常還國債 齊普拉斯一直對這兩項要求堅拒不從 但最終妥協 默克爾則堅拒直接削減希臘的債務 又指德國與希臘要重建互信 又指默克爾要求在協議文本中立名 若希臘不設實履行協議 仍然要離開歐元區 分析指 齊普拉斯表面上贏了一仗 實際把部分財政自主拱手讓出 拜了級默克爾 齊普拉斯作表示希臘已完成一場艱難的戰役 贏得一份確保能穩定經濟的協議 然而他回國後還要爭取所述的 執政激進左派聯盟支持 一些反緊縮民眾對達成協議大探失望及受辱 指協議只會令未來數年希臘經濟更差 相反不希望脫鉤民眾卻鬆一口氣 稱達成懷協議總比特納好 希臘仍算是慘性 執政激進左派聯盟內部也爆發不滿 傳出要求提前選舉呼聲 新協議重點希臘須在7月及8月前 向歐洲央行 E.C.B. 還款約605億港元 除可得到新一筆約7400億港元的救助貸款 價值4300億港元希臘資產 會轉移至一個信託基金還債 希臘須以債務重組 換取延遲還款期 IMF介入監察 希臘立即要就削減退休金 提高資本增值稅 擴大稅機等事項立法 收 necess須現金 resonated 稍後